今天我們來介紹一輛新車 收到上頭指示要盡量精緩一點 不要說那麼長 我現在就介紹一下這輛是Expect全新的車 好了,這輛是舊的 這輛就是舊的 好,說完 拜拜 收工 大家好 大聲秋文 大骨仔Eric 這樣,搞甚麼 有我們的組合通常都是有東西介紹的 我們只是廢話而已 不是廢話 不是廢話 有些人可能覺得是 全新的1比10Turing 我猜到很多人都不陌生 我們這輛車試了差不多半年 差不多半年 這輛就是現在還在玩的XQ10R 有甚麼不同 很大分別,一看就看到了 這輛是傳統的C座車 這輛就是上下搖臂的 上下搖臂設計懸掛驅動的車 即是現在大路的東西 大路全部都在這些方向 又不是說C座車不好跑的 其實是OK的 各有千秋 那你說一下 除了你說懸掛不同 上臂的設計 你看到這個好像不是爛了 這個轉彈鬆了 對,轉彈鬆了不是爛了 平常我們會有孔 也可以墊戒指 即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這輛車我們不需要換那些粒粒的 純粹用戒指 其他車很多都要換裏面的 insert 去改變後傾角 這輛車就不用 這輛純粹是墊戒指 可以調校到你想要的任何位置或度數 我們這輛車主要不是用度數來表達 我們純粹是塞戒指 就有一個預設的標準 對,標準 就很方便 又不用特意用度數 例如呢 現在很常見 這些我們叫上下搖比的車 都可能會有些車 會想搞一些caster 各樣 我們純粹在這裏墊戒指 就可以調校到 這裏墊戒指就可以調校到前前後後 即是現在就這樣叫做 這樣就最前 對 這樣就最後 無戒指就最後 這個幅度容許是去到 0-2mm 0-2mm 可以調校到這裏 即是調校到這裏 調校到後頂角 對,這些caster 相當方便 不用度來度去 不用特別假餐 多少mm就是多少度數 我們一mm這樣計算 那是否 開起來也是 對,我看到還可以開起來 對,前後和開起來都可以 即是長一點的 短一點也可以 長一點也可以 短一點也可以 都是剪戒指 都是剪戒指 就會調校到 OK 因為這個也是一個特別的 因為我留意其他品牌的車 都很少會調校這裏 對,長短更加少 這個比較特別 其他東西呢 前後也是的 前後都是共用 哦,是共用的 即是前後左右共用 對 即是不用分前後那麼麻煩 OK了 即是穿插指 又可以方便一點 還有其他 還有什麼 我看到這裏有些 好像是墊片 對,有些墊片 對,有些墊片 那這裏呢 轉向杯那一部分 亦都可以有些特別的設定 又是可以墊開開 頭尾都是一樣的 原裝就是1M 即是可以不墊 或者可以墊多一點 這樣就改變了車的特性 對 那這個燈你們就可以試了 前後也是的 對,前後也可以 我看到前後也是的 是的 因為這裏的四個手腳 除了下腿 上面和轉向杯都是前後共用的 還有底腿 用了一個特別的設計 現在我們這裏的波子彈 都可能有車友很常遇到的情況 就是可能有些碰撞 甚至被它掉出來 這裏的車場都見不少 例如可能碰撞 如果手腳這樣就要動 我們俗稱4個輪 進去就3個輪出 是的 這個就是因為它有一個螺絲 就調較波子的鬆緊度 發現可能玩久了 可能有少少磨損了 你可以輕輕調一調 那那顆波子又會更緊 又不會那麼容易脫掉 那隻鼻子出來 3點都有 是的 底板的兩顆波子 和外面轉向杯底的波子 都有一條 但我建議大家不要調得太膩 是的 因為調得太膩 反而效果沒有那麼理想 鬆鬆的 對 反而還不錯 不是說鬆了 鬆了就掉出來 是的 還有現在這輛車 因為沒有了撕掉的關係 車尾就行ARS 就更方便可以調整你自己的尾韜 就不用像以前那樣換粒粒 這個就不錯 我喜歡1.75度尾韜 我喜歡2.25度尾韜 我還看到這個六角是新的 這個六角已經跟傳統插尖 這輛再扭小螺絲的做法已經不同了 噢 這個就已經是 比較現在近代 很多車都是用這些方式 是的 這樣就更順一點 更順一點 中心點會叫做再準確 我又看到為何紅色1.75度尾韜 這個是甚麼 這個並非選擇 這個金屬都是原裝的 原裝有零度的 客人可以自己調油壓腳在腿的開埋位 從而影響避震對車架轉彎的反應 我們還有其他度數的1度2度 還有你可以向出或者向入 即是有五個度數 那個是叫做MM MM計 即是1mm或2mm的向入或者向出的 但這個原裝的金屬是金屬的嗎 是的 那條的呢 都是金屬的 但那個好像是升級件才有 是的 塑膠有沒有跟的呢 塑膠依然有跟的 那你們可以試好哪個度數才決定 需要不需要升級 我買哪個度數的金屬件 是的 這個都不錯 因為這些通常一般都是升級件用 那就自己調 你們喜好要出壓或入壓 無論如何都好 你們可以自己配搭 那我又看到 這個防傾桿的馬又有些不同 這個簡直是特別 其實很多車的Mobar 都各有設計的特色 譬如傳統很多車的Mobar 都是抬起波箱 其實車扭動的時候 其實波箱會動一下動一下 即是會這樣夾一下 或者扭動的時候會有些影響 現在分開了 其實它不是分開還在地板上 就是這件東西固定在這裏 車扭動的時候 Mobar的干擾是最小的 好像是一口螺絲 當然連這個防傾桿 鬆這兩個機米 接著擦一口螺絲 就可以整個抽出來 你可以換其他不同的防傾桿 就不用左手左腳 這樣才會整個筆 對 整個筆的插進去 就不用這樣 左條右條 因為大家玩開都知道 這樣其實都比較麻煩 沒有那麼暢順 對 頭尾都一樣 不過頭就躲起來了 我看到連這類的東西都有點不同 重新做過 鋼柱 或者我們說 我們Bumba整套膠件 都重新設計過 形狀 還有這裏好像 再流線型 離開了地板 再高一點 對 我們這個膠和底巴的距離 就再調整了 即是舊款那隻 譬如玩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平的老 Bumba膠這個位置 其實事實都比較厲害 所以這個就將它升高了 我量度的好像是1mm 前面的壓板 都不同了 是的 連海綿都不同了 海綿已經沒有了以前那些 即是1-2mm 頂住 因為現在很多車殼的形態 都已經跟以前都不同了 改變了 那就變了 再重新做 看到這個也挺有趣的 有跟著 是的 這個也是原裝跟著 這個就沒有那麼像蟑螂 這個也可以這樣調理 是的 調一調 因為有些車殼比較矮 有些車殼比較高 那你們可以這樣 領高一點 或者領斜一點 來摘一下 這次都已經跟著牛角 所謂的牛角 是的 其實頭輪和AT1 都已經跟著牛角 在這裏沒有集數 都跟著牛角 還有皮帶 不是之前的皮帶 是各有一邊 這次兩條皮帶 就已經是最接近 那它起動 或者WL 車架 對抗的力 已經是最接近中線 所以它那個 起動加速 彎 各樣 其實都有很大的提升 還有我知道 好像這個摩打 摩打座 差不多可能是市面上 數一數二的 向中線2 摩打 這架就已經是盡量有多入 即是簡單一點 這個摩打 沒有那麼出 這些也是增加 車的穩定性 和靈活性 因為重心沒有那麼容易搖 有我們TITC 首次出戰 是TITC 還有我們排骨哥 參加TURBO 7.5mm 它也好像是A組 那時我們那部車是第一次落的 正式來說 除了在香港線 只有第一次帶出海外 就是泰國TITC 然後我們也帶去哪裏 澳門 地毯 地毯 他贏了 對 那一場都已經在用這部新車 是的 但不是終極版 因為我們一直去做測試的時候 我們都發覺有些地方 不是太理想的時候 再去優化 然後我們計算比賽 又去了台灣 我們那時候去了台灣 那又是他 又是第二 香港又是小紅杯 近之前兩場小紅杯 其實我們都已經在用這部車棒 是的 成績或者走資 大家上網看 就能看到 其實我們一直都做了很多測試 我們有些外國的車手 其實已經一直在試 之前都有很多feedback 給我們 最終當然了 成品就在這裏 是的 這個就是終極版 終極版 現在這個都可以換 我剛剛看到 這個跟車都可以換 是的 跟車都可以換 8.5-9 即是保留了10R 很有用的設定 給你改裝 所以沒有以待 香港很多車樓都見過 特別在TLC 他們都很期待 快點出 其實我們都 都是有少許脫離 因為剛才所說的 因為常在 精液及靜 無以待 好 今天到這裏為止 OK 好 拜拜 拜拜